这么细的枪管里面一圈圈的螺旋弹线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? 你看这个画面出弹后的子弹打在冰面上,就会旋转个不停,这就是弹线赋予子弹的能力。 而之所以让子弹旋转,是因为弹头的加工度再高,外形和质量也会有一定的偏差。 这也会导致子弹在空气中受力不均,进而影响飞行状态。 弹线的存在,可以让出弹的子弹绕着长轴高速旋转,这样就可以等效成一个分布均匀的物体。 设立均匀后飞行路线自然就稳定了,制作它也更简单。 早期常用的是拉靴法,经过声孔加工后的枪管胚放在拉线机上。 转动拉线机沿着枪管轴线前进,就能根据设定的导程拉出一道的弹线。 除此之外呢,还有冷挤压法,将枪管对准挤压头,边旋转边前进,就能生生挤压出弹线来。 这种方式呢,不用产生切削,不会破坏整体强度,因此枪管寿命也会更高一些。 另外大口径的机枪枪管加工,还可以利用金属阳极溶解的电化学原理来加工弹线。